10月17日 俄羅斯用伊朗製造的無人機襲擊烏克蘭首都基庫 造成至少3人死亡 儘管俄軍在戰場上遭遇重大挫折 但仍繼續對烏克蘭能源基地設施和民用目標進行打擊 據報導俄羅斯正在越來越多使用伊朗製造的神風錦4對無人機進行襲擊 這種無人機在撞擊時會爆炸 而且更容易被擊落 西方分析人士說 這表明莫斯科的精準導彈庫存只在減少 儘管伊朗官方否認向俄羅斯提供了用於烏克蘭的無人機 但美國官員表示 第一批此類的武器已於今年8月交付 基庫市長克里恩科表示 該市上空發現了28架無人機共導致5次襲擊 其中大部分被烏克蘭空軍和地面部隊擊落 這些無人機的襲擊目標包括烏克蘭國家能源公司總部 和一個市政工業站 烏克蘭國家緊急事務中心負責人克魯克表示 至少有3人在襲擊中喪生 還有2人被埋在廢墟下 襲擊還導致另外18人受傷包括2名救護人員 俄羅斯國防部一份聲明表示 俄軍使用了高精度空軍和海機武器 攻擊烏克蘭的軍事目標和能源基礎設施 國防部表示已擊中所有指定目標 但沒有詳細說明 另一方面官員17日表示 在烏克蘭南部 俄羅斯的空襲破壞了烏克蘭南部的一座變電站 再次切斷了習波羅二核電站的供電 烏克蘭核能公司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核電站的備用柴油發電機已經啟動 17日的襲擊突顯了烏克蘭能源基地設施的脆弱性 雖然政府迅速採取行動 修復上星期襲擊造成的破壞 大該國已出現輪流停電的情況 官員呼籲烏克蘭人減少用電 尤其在晚上 在連接俄羅斯和克里米亞半島的一座關鍵橋樑 本月早點遭到爆炸破壞後 莫斯科加大了空中轟炸力度 烏克蘭軍隊稱 儘管俄羅斯對其全境發動空襲 但其地面部隊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 繼續遭遇挫折 antic部隊在烏克蘭東部和南部 進行中 飾之步 極大的